一圈是三百六十度 好痛啊 来来来 来抓我 我讨厌你 来追我呀 快把作文不还给我 大熊 不要欺负小玉 赶快把作文不还给小玉 否则我要跟老师说 好吧 还给你 阿福 谢谢你 你真是个好人 不客气 阿福之前也会欺负小玉 现在的态度竟然完全相反 这时我们就可以说 阿福的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为什么是一百八十度呢 我们来看一下时钟 指针转一圈是三百六十度 当六点时 时针和分针的方向完全相反 张开的角度是一圈三百六十度的一半 所以是一百八十度 时针和分针的方向完全相反 是一百八十度 所以我们说一个人前后态度完全相反 就是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啊 原来是这样啊 诶 那为什么一圈是三百六十度 是谁发现的 一圈是三百六十度 是人自己逼出来的哦 古时候的人抬头观察星星 诶 星星在对我扎眼睛耶 嗯 明天再来看这颗星星 发现一件事 原来星星每天都会移动一点点 诶 星星好像换位置了 我每天都要记录一下星星的位置 直到一年后 又会出现在同一个位置 这颗星星绕了一个圆 一年后又回到原来的位置 所以古巴比轮人就把一年划分成三百六十天 又分成十二个月 每个月有三十天 所以他们也把圆平分成三百六十份 每一份就是一度 后来一个圆是三百六十度成为标准 一年不是三百六十五天吗 那么一个圆应该是三百六十五度呀 没错 但是三百六十是一个很神奇的数 我们把圆平分成两份 每一份是一百八十度 平分成四份 每一份是九十度 平分成六份 每一份是六十度 三百六十除以二 三百六十除以四 三百六十除以六 都可以被整除 如果圆的一圈是三百六十五度 就不容易被整除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规定 一个圆是三百六十度 只针转一圈 就是转了一个圆 是转了三百六十度 哇 原来如此 分针转一圈后 是一点 十针从十二转到一 是转了几度呢 我记得的 是转了几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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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转了几度呢 我是转了几度呢